哈囉!我是阿彬 那最近還有一支影片產生很大的迴響 那就是齊人男話 不管是按讚數、留言數跟是訂閱數 都有大幅的增加 那除了就是講一些感謝的話 我覺得都不足以我現在內心的激動 如果大家是這支場情論的話 我想給大家窒息的援抱 機關槍尸的親吻 Oh yeah 好!言歸正傳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我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同學 她竟然85歲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她的影片 在開始的時候 我告訴我兒子和我兒子 我想學英文 他們說 忘記了 媽媽 你已經離開學校了一段時間 你已經不適合英文 很多年了 你不可以學 我說 我會學習 我會學習 我希望我能夠英文跟朋友 和外國人 和外國人 他們說 忘記了 我說 你們 兩個 就等著看 然後 我會學習 一年 我可以講 簡單的英文 和簡單的英文 所以 他們說 媽 很好 有 有沒有 其實她真的很可愛 你有沒有發現她講英文的時候 有一種 魅力 尤其是她講的那句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有共鳴對不對 You Both just wait and see 太好笑太幽默了 第一次看到 Susan 上台講英文的時候 我被她的魅力深深吸引 第一個 非常自然 然後她也沒有太大的壓力 純粹是分享 所以她講的故事 都可以讓我們哄堂大笑 然後我覺得最酷的地方就是 因為今年剛好 社大要舉辦一個 威電影的比賽 就這麼剛好 有一個自動比賽 我也會做影片 所以我就接受這個挑戰的任務 但是當初那個班長就跟我講說 欸 Alex 要一個禮拜內完成了 我就說 完了 一個禮拜這麼緊 所以我們就花了半天的時間拍攝 因為大家都沒有拍攝經驗 所以 會難免有一點緊張一點 常常都會有一些NG Never stop to running What about you 欸 我們剛剛沒有這一套 What about you 等一下 這聲音不要吸 不要吸 不要吸 在想這個腳本的時候 我發現說 這個班級真的太多特點了 真的是說不完 所以其實我們有分幾個大類 當初我還為了想說 如果大家全部都說英文 會不會有壓力 所以我就說可以說一些中文 不過他們就說 不行不行 我們就是要全部說英文 我就說好 我佩服你們的勇氣 所以我們就全程說英文 然後讓大家去準備 雖然NG很多 但拍攝起來 有一個很好很好的體驗 那大家知道比賽就會有一次嘛 所以我們班很榮幸的到第三名 當時候看到班長上台 領獎的Michael 我真的覺得超感動的 好 那大家如果想要看全部的影片的話 我會放在下面的留言區 或者是文字欄的敘述裡面 請點選那個網址 就可以看到全部的影片 好 那最後啊 其實也不是只單單介紹 我們的英文班而已 我發現啊 社區大學啊 真的是資源太豐富了 然後我就上網就查了一下 發現全國啊 各個地區啊 他都有很多這種多元化的課程 那網址我也把它放在文字欄那邊 然後去搜尋你們的地區 然後看看有什麼課程 我覺得這個會帶給大家很大的幫助 好那這種感覺就是 你看前面我講的 Susan她現在年紀已經很大了 但是她一直找我一點就是 活到老學到老 她學英文啊只是為了一件事情 就是她只想要去跟外國人聊天 出國的時候遇到外國人可以多講幾句話 那我覺得她真的是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 所以今天分享這個學習的資訊給大家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社區大學 但是記得要去用它的資源 好讓我們可以不斷的充實自己 讓我們的生活可以過得更豐富 好最後還是感謝大家支持這個頻道 訂閱這個頻道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囉 Bye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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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